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3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就花生時間了 這一節就要說 就是無知的高志森 就是再度被恥笑 本來高志森 這些無賴 就是厚著臉皮 一方面就說自己愛國 另一方面就飛去英國 真的很好笑 一邊叫愛國 一邊飛去英國 原來自己的女兒就放羊 學人做英國人 你看這些人真的多無恥 事件未完結 早前這個無恥之徒高志森 飛去倫敦 還要夠膽做直播節目 以及Facebook打卡 今天對我來說就是這個主題 這個就叫做後悔 我們今天 就是盡量 盡量 可能每一個話題 都會跟大家說一件後悔的事 這一次 我也很後悔 後悔的地方 就是沒有出來打塵這個人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對於講道理的人 我們會講道理 對於跟我們辯論的人 我們會跟他們辯論 但是 我們是徹底還拖的機制 對於人渣 我們不會當他們人的 高志森這些人渣 我們絕對不會當他們 是普通人看待 他跟共匪五毛沒有分別 換句話說共產黨的爪牙 雖然是低級爪牙 但是這樣的人 我們因為很簡單 不需要 舉出證據 其實換句話說 我們的邏輯沒有改變過 為甚麼對著藍絲和港共政府 好像不用說道理就可以罵呢 就是因為 他們 人渣行為 錯誤做法的證據 多到 整節說20分鐘都說不完 所以換句話說 對他們 就是可以直接攻擊 而不需要 就是先講出道理 因為道理已經太多了 已經講了 10年以上 近這兩年的 更加不用說了 近這三年的 所以這個就是並沒有違反原則 所以大家注意了 不是對他很壞 而是他 值得你對他那麼壞 這條乾弟呢 就繼續被人 嘲笑 這次出手的 就是 導演張堅廷 導演張堅廷 有一段時間 也做起KOL上來 有一段時間 不斷地在Youtube 發佈他對於時事的看法 所以 告訴大家 時事這個 網台 其實有很多 但是 真的要長久做下去 對每一件事 能夠有評論 再加上 你對政治那個研判 以及你的政治的立場 不能夠 彰顯得出來 其實是非常之困難的事 所以 做一個時事網台 其實並不是容易 其實跟你做一份報章一樣 每一份報章一定是有自己的立場 才會 多人去支持 很簡單 你看不同的報紙 美國的報紙 你已經知道 你看那份報紙的時候 他的政治立場 大致上是支持甚麼議題 所以 到最終 如果你往往不能夠把你那個真實想法 又或者你的主張 在你的時事評論裏面說出來的話 那麼到最後 就會使得你那個 時事評論 就會徹底失去的質素 論述 又或者用另一個字眼去說 就叫做沒有立場 很容易 所以 做時事節目 其實是困難的 其實簡單一點來說 你需要論述 你也需要有堅定的立場 而立場也不是因為你某個立場 你就強行說某些東西 其實 真真正正正到最後就是問自己客觀的問題 到最後你聽完所有的argument 所有的辯論的內容 到最後你沒有發現 其實 可能原來的道理是人家多過你一點點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可能到最後你的立場 就應該修改了 這件事 就是很多人 最難 最難去理解政治 以及理解時事評論的地方 是因為 這件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你要去掌握 跟你是一個政治人物 你主張了那麼久 要改變的時候 你需要 你需要 一個背景 你需要解釋是一樣的 正如以前的北歐 採取孤立政策 不會加入 歐洲的陣營 但是今天 他們 選擇加入 北約是一樣的 你可以說他們改變立場 但是你不可以說他們改變原則 因為情況 根本改變了 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的時候 他們 改變的立場 其實是非常之正常 反而如果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勢 你對於俄羅斯的侵略 坐視不理 而不做任何的事情 反而更加顯得你的立場 就有問題 所以其實是真的不容易做 因為你就是要很清楚 你自己stand for 甚麼 到最後 你才會評論到一件事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意要批評張堅廷 不過呢 張堅廷 造作沒有怎麼做時事KOL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 不能夠 好像我們 夠膽 把自己的徹底主張說出來 事實上很多人 是不能夠做 基於他身邊的局限 基於種種的原因 基於他的職業 基於他身邊的圈子 基於 對於 政權裏面某些人 他不想得罪 各種原因 加起來 導致他們 不能夠把真實的說法 說出來 所以告訴大家 言論自由 真的是有代價 所以請大家 真是要珍惜自己的自由 高智深就是去批評倫敦的地鐵 結果就引來張堅廷 對他 無情的反擊 張堅廷也忍不住了 就在社交媒體出post 忍不住 就要恥笑 串這個 就是高智深 高智深的論點很簡單 就說你倫敦的地鐵就落後 張堅廷 就是用一個 有學識的答法 回應 這個無知的高智深的說法 他這樣說 他說 有些人就在笑 倫敦的地鐵就落後 就說跟新建的地鐵城市 相差了一大截 不過 他雖然承認是相差了一大截 不過 其他國家 當那些國家 還在用牛 還在用馬 還在用牛馬做交通工具的時候 1863年的時候 倫敦的地鐵 就已經通行了 換句話說 倫敦地鐵 歷史悠久 一個那麼舊 就已經興建了出來的鐵路 有甚麼地方 落後呢 實際上 就是因為他 太早有地鐵 所以他的地鐵 非常之古老 所以這個取笑是很無知的 你拿著今天的 智能手機 那你就去 去回 美國 看他 最古老的互聯網 的基建設施 然後就笑他的電腦 這麼大步 又計得那麼慢 你美國一定是一個很差的國家來的 那你說好不好笑呢 如果用這樣的邏輯 真真正正 這個世界 IT最強的 就是當今的美國 你拿著一件全新的東西 你可以拿著華為手機 去串 就是 1970年、1980年的美國電腦 那麼你的對比 是不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呢 你去拿一些新的東西 跟別人 很舊 但是在當年代 70年代、80年代、60年代 是非常非常非常先進的事物 你跟他 去做對比 然後說別人落後 其實這個說法 又無知 又無恥 所以這次 張堅廷就回復他 他回復得比本台更好 因為對著高志森已經說了 就是直接可以攻擊 所以 對他的那個 回復就不夠 張堅廷回復得好 這次 這個說法相當之好 倫敦的地鐵 1863年已經在坐人了 是不是 Central Line因為轉彎轉得多 所以噪音又特別多 但是你不要那麼無知 高志森 這裡有新的鐵路線 例如剛剛通車 的伊利沙白線 Elizabeth Line 其實 那些車 是相當之舒適 是新車來的 因為別人 那些車 跟你香港最新的車 是一樣 甚至乎給你那些新車 還要更加先進 所以是不是很好笑 你拿著最新的科技 去 去看別人最舊的東西 跟著說 你那麼落後的 這樣就顯得你 又無知 又無恥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